好,我们再看这个支柱 这个支柱上来之后呢 我们可以以这个真心支条 为一个我们睡的塔形术 去培养这个真心组织 带等营养带等肥水的一个支条 所以说我们这个支条呢 我们可以适当的来做一个调整 显一个比较直立的 比较强势的支条 这位真心支条 那么开进口非常重要 所以说我们来先适当开进口 那么支条呢不能太多 太多的话呢 它会分散我们的营养 所以说我们去捡的时候呢 把这种支条呢 你看这边有个支条 这里有个支条 在真心支条的真心这个来把它干掉 这种呢我们可以适当给它戴个帽就可以了 捡它这样子 看能不能长出一些小支条 外围的呢 我们让它向外延伸 那么即在正间呢肯定不留 我们捡完之后呢 要它往外 让它向上 能够向上的支条 能够向外延伸 我们这个数据才能快速的长大 那么这种我们看一下 一个支条上来 上来之后呢 叶片比较多 那么下手这条 我们可以杠掉一些 你们这样的花 特别多 花量大 营养消耗特别大 我们舒适的 不厉害 它的一个损伤也比较大 所以说我们现在呢 尽量 要可以尽量的把一些花量比较大的把它去掉 有一些牙 不要有花 或者说我们修剪的时候呢 可以选择 把一些这些花量比较大大的把它杠掉 让它往外延伸 好 我们再看 这个支组上来之后呢 其实很多人会说 上个支条在一起的 很多人会是去针间 或者怎么去捡 其实呢 我们这边呢 不是 其实这个树 它有一个 有营养生长 转变成生子生长的一个构成当顿的 它就有这样的一个现象 慢慢呢 它会削落这个树式 那么呢 削落了树式之后呢 它才有利益我们 开花 结构 所以我们修剪的时候呢 这种支条呢 如果树式也这么大 我们可以让它 让它 让它往生子生长去发展 不要呢 一直都熟在一个营养生长半征 那么我们这个树呢 会特别危险 到以后保鬼呢 会比较难 所以说我们修剪的时候 它一定要注意 那么确定 方向之走 有一个 这边呢 也是一样 你看 特别的密闭 这样看 比较明显 你看 这边有一个 这边有一个 急着正肩 我们肯定不留 好 让它像个上子一样 我们把这个框子 分的角度来拉开一点点 正肩的这种支条 稍微强一点点 稍微来给它 有一个乐置少的 这个没问题 这种支条也是一样的 我们减 增加这些支条的目的 使我们 来让它更有机会 长出这种 毛毛支条 所以我们修剪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 当它往外延伸 向里面的 稍微剪掉一些 稍微剪掉一些 这种支条 我们也是确定它的方向 切断了方向 我们就是要给它开个剪口 两边延伸 这边 这边不管 一强一乐 这边也是一样的 你看 剪成这样子的话 它就会 营养生长 这边往里面 也算不留 那么我们剪完之后 你会发现 它整根树的支条 你看 原来这边有一个大支 我们有个成笛之后 我们把它 凑开来了 那么这边呢 它是 只有几个方向之主 特别好的 有 这边一个 这边来两个 这边三个 这边四个 一个真心字条 那么我们这个树 简单这样就差不多了 看一下 春梢一长 叶片呢 马上就来了 所以说 我们登春季修剪的时候呢 也要注意 夏之内不能够大 On In Share On 射 On On On